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说 假设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这个例子了 在这里 我说一个圆环 我已经知道 沿着它转 那MR平方 就是如果是空心的圆环 那我接着问一个问题 那沿着它转呢 马上同学会怎么 脑袋一变空白了 因为沿着它转好容易 MR平方就积一积就好 那沿着它呢 每一个点距离这个转动轴 那你要伤好多老筋了 实际上你只是把轴 从这边移到这里来而已 那再来一个例子 我们等一下会讲 刚刚已经讲了圆柱体了 那圆柱体你现在计算的是什么 这个圆柱体 沿着中心轴在转的情况 那实际上呢 你可以看到的是 你在滚动的时候 那个木头啊 在地板上滚的时候 它可不是沿着中心轴在转 对不对 它也是沿着什么 瞬间不动的都是它的跟地板的切面的那一个 所以如果我的轴把它放到这里来 我说我刚刚举的那个 洋葱拨一拨的情况之下 很困难啊 那再举个例子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 这是一个球 它球本身 你不管对X轴 对Y轴 对Z轴 只要它通过球心 它的转动观量都应该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它是四面八翻对称 那如果我现在 我把它的转动轴 移到边边来呢 所以一样的情况 这些东西 都是造成我们一个 我们必须要去探讨 我们的转动轴 从某一个轴 然后另外一个 平行它的轴 来转动的时候 那它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让我们整个分析 是更容易的部分 那接着我们要讲的就是 平行轴的定理 平行轴定理 基本上它在探讨的就是 你的Reation 这两个转动轴是 它的转动贯量 转动轴是平行的时候 经过Central Mask 经过Central Mask 它之间它会有一个关系 然后再加上MH平方 H是什么 H就是这两个转动轴的距离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来针对这个定理来看一下说 它到底差在哪个地方 我说在空间里面 有一个物体 那这个物体呢 我已经知道它的Central Mask OK 它是XCM跟YCM 这是它的Central Mask 那我说在这上面 其他的位置 任何一点 P点 那P点的位置在哪里呢 它就是Central Mask 加A 跟YCentral Mask 加B 那换句话说 这个是A 这个是B 那这个就是H 所以我的P点的位置 是Central Mask 加A 然后Central Mask 加B 那这两个轴 OK 经过Central Mask 跟经过P的轴 它们之间距离 H 就是等于 H平方 就是A平方 加B平方 那样有没有问题 那自然而然的 我们 马上可以知道说 一个particle 相对于Central Mask 它在转动的时候 那换句话说 就是把Central Mask 这一点 那这个轴呢 我把它平移 我说任何一个particle 相对于Central Mask 在转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 OK 我 其实我不需要平移 也可以 那平移是最简单的方式 因为我这个particle 换句话说 任何一个点 我如果做了平移以后 那Central Mask的位置 其实现在已经平移了 变成00了 那P点的位置 它就已经变成AB了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说 任意一个点 那我可以看到 任意一个点 它的位置 它是相对Central Mask 那我们把它 XI Plan YI Plan 它是相对Central Mask 那我们可以看到 依照我们的定义 就是在这里的particle MI 乘上到Central Mask的距离 XI平方加YI平方 那把它上起来 就是我的全部相对Central Mask的 这个转动罐量 这应该没问题吧 应该没问题吧 我这是要Plunk 少了一个Plunk OK 那 相对I 如果我现在是相对经过P点的 的转动罐量 那相对P点的转动罐量是什么 相对P点的转动罐量 你要看到的是这个直点 我把它画出来一点点 因为这样不会是直的 到P点 OK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相对于P点的转动罐量 它的距离它是不是等于 XI平Plunk 减掉A的平方 能加上YI平Plunk 减掉B 画好的 有没有问题 这是 自P点的 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 你知道它到P点的这个距离 那你也知道它到Central Mask的距离了 我们可以把它展开一下 这个是XI平方加YI平方 再加上A平方 再加上B平方 再加上2倍减掉A的XI平方 再减掉2倍VYI的平方 你把它展开 你把它展开来 有没有问题 那前面这个部分 MI这一项 XI平方加YI平方 然后再加上 MI A平方加B平方 再加上 把它写掉 减掉2倍的A Summation 这是Plunk MI的XI平方 再加上 2倍的MIYI平方 那你现在你看 这一项 是不是就是I Central Mask OK A平方加B平方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H平方 那XI Plunk 乘MI 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Central Mask的定义 我们说 X位置 把它乘上 那我们Central Mask 现在已经把它Shift到原点了 所以它应该是等于0 它也应该等于0 那你发现 哇好高兴 好简单 IP 现在就变成I Central Mask 再加上 你H平方把它提出来以后 你把它Summ起来 这个就是你所有的质量 那结果就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这样的结果 我们刚刚已经讲 我说一根尺 那沿的中心转 它的I Central Mask 是等于12分之1 M 这尺是L L平方 那我现在 我把我展动的轴 移到 这边 这就是我的IP 那IP是等于多少 IP就是I Central Mask 再加上M 乘上两个之间的距离 这就是我的H 那H是等于什么 二分之一L 所以 你现在你看到 十二分之一 ML平方加四分之一 ML平方 所以这个就是三分之一的M 这跟我们刚刚看到的 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可以根本不需要再去积分 你就直接用平行轴定理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了 那一样的 我们刚刚讲说 好 我一个桌子 那我现在是沿着 这个中心轴 I Central Mask 它是等于MR平方 那如果我把桌子拿起来 然后这样 穿了一支笔 那桌子就开始转起来了 对不对 那是不是它就是沿着这个转 OK 我们桌子 你要沿着Mas来转 跟你沿着它这样转 然后转动轴跑到这里来 那I P 那是等于什么 这样 M 这是半径R 所以这两个之间的距离 其实就是R 所以M H H就是R 所以知道 沿着它旁边转 是2MR 应该都不是问题 那其他的 你可以一样把它画出来 就一样画葫芦 OK 这是第一个 我们的平行轴定理 那第二个呢 还有一个 我说 我这个particle 那针对 XYZ 来转动 那很简单啊 我们说 它基本上面 我根本不管 这个particle 这个particle XYZ 我就定出来了 然后现在我看到这个particle 我如果要 它沿着X轴转 这个particle 是XYZ啊 那我如果要它沿着X轴转 那距离X轴 它的距离 Summation MI 是不是YI 平方 加ZI平方 对不对 那如果我要沿着Y走转 是不是这个值点 距离Y的 那距离Y是多少 XI平方 加ZI平方 那如果沿着Z轴转 沿着Z轴转 它距离Z轴的距离 XI平方 加YI平方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 不管你是用summation符号 你要用积分符号 都没有关系 积分的话 这个就是Y平方 加Z平方 的第二 然后IY 就等于 X平方 加Z平方 的第二 然后IZ呢 就是 X平方 加Z平方 的 Y平方 的第二 全部把它加起来 全部把它加起来以后 左边就变 IX加IY 加IZ 那右边呢 就变成两倍的 X平方 加Y平方 加Z平方 的第二 OK 那你发现一个 这个部分啊 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这个底额 距离 远点 的 距离平方值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呢 把它写成RI prong 你如果 如果你 这个 怕你自己 弄乱的话 这个RI prong 其实 RI prong 的平方 就等于 X平方 加 Y平方 增加 Z平方 我不要写RI 因为它是积分了 换句话说 它是什么 道 从底 N 至 原点 O 这是RI 是O 的 距离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看到 I XX IX IY 加 IZ 基本上就是 两倍的 R prong 平方 D 那在这边的 Rprong X平方 X平方 加Y平方 加Y平方 加Z平方 的 开根号 这一定 要很小心 不要跟刚刚的东西 把它 混掉了 因为它这个是距离 原点 的 位置 那 你说这个有什么好处 没好处 绝对不会来讲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刚刚我们在讲 这个很薄的 那个环的时候呢 那我已经知道说 我沿着它转 OK I Z 这个是半径 R 那它是等于mR平方 但是 对这个环来讲的话 这是Z轴 还原的Z轴转 还原的X轴转跟Y轴转 I X 跟I Y 这两个是不是要相等 虽然我算不出来 但是我知道它要相等 有没有问题 这个沿着X轴跟Y轴 常常把个戒指拿起来 然后你就 把它一转 就是沿着 你环形的戒指 拿起来 我们常常 然后拿个那个铜板 拿个铜板出来的话 那你把它一转 是不是就是这个 沿饼 沿着X 沿着Y轴转 再转 但是你铜板 不是Z轴转 对不对 有没有转过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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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铜板是不是这样子沿着X轴 Y轴再转 对不对 有没有转过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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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iX加IY加IZ 这个刚刚我已经讲过了 是等于两倍的R'平方D 那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是IX两倍加IZ IZ我也知道了啊 所以我只要把这边算出来以后 我就知道IX了 为什么这边容易算 因为反正我这所有的东西都相对远点的距离啊 R' R' R'是等于多少 在这里 R'在这边等于多少 R'在这边等于多少 R'方是底R'到远点的距离 所以在这边 每一个底R'到远点的距离都是什么 R'相同的 所以你很容易做 这个就变成两倍的R'平方的D'R' R'平方是固定值 你把它提到外面来 D'R' 所以这个是等于两倍的R'R'平方 那这边 你已经告诉你 这是R'平方了 所以 你马上可以看到 2倍的R'R' 加上R'平方 这R'R'啊 其实 没什么 就是等于二分之一R'R'平方 那Iy一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 你的铜板 OK 这是戒指 不是铜板 这是戒指 那你可以很容易的就算出来了 一个HOMEWORK 一个HOMEWORK 现在呢 这是一个 研盘 那这个研盘呢 我们已经求过I'Z'了 这个你已经知道了 是等于二分之一的 M'R'平方 那 我要求R'S' IY是等于多少 这给你们去计算一下 他会用到波洋葱的理论 那这个例子 其实跟 这个盘子啊 我把它加到很长 的研柱 是一样的 OK 好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 我们要计算 这个球 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个 球壳好 那球壳就是 很薄很薄的球 那半径R 那所有的质量呢 都集中在这外圈一圈而已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有很多种方式去计算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我说 我随便取 一个座标系统 X Y Z 那这个球呢 对X转动 跟对Y转动 跟对Y转动 跟对Z转动 有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那我又知道 iX加IY 加IZ 刚刚已经看到是 2倍的 R'平方DN 对不对 那你现在你看 这R'是什么 R'是这上面 的DN 每一个的DN 到 你 球 的 原点 所以R'呢 其实是 X平方 加Y平方 加 Z平方 的 所以其实它就是等于 我们这边的R' R'平方 那你马上看到了 变得好简单 I X 就等于 2倍的R'平方DN 所以这个就等于 2倍的 R'平方 所以 我们说 球 只要你通过你的Central Mask OK 它的 这个 转动惯量呢 都是一样的 3分之2 2 R'平方 如果我现在要算 它不是通过Central Mask 那你刚刚就用平行轴定理 再把它算一下而已 再来 这个是空心的 那时心的呢 有很多种算法 那这也是其中一种 那这也是其中一种 我说 一样的 我把这个球 那真的 就是把它 就是把它 像洋葱一样把它剥开来 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的球壳了 对不对 那对这个小的球壳来讲 它半径是小R 那我们说 那对这颗大球来讲 它的半径是大R 那我们说 对这个球壳来讲 这一圈啊 它的质量是多少 如果我们的密度 如果我们的密度 R是固定 密度是等于多少 密度就是 体积除以质量啊 那球的体积是等于多少 3分之4 πR三次方 这就是它的密度啊 这就是它的密度啊 ok 那我们说 对 这个球壳 这个小的小球壳 它的底 它的底M 是不是就是等 ρ的dV dV是它的volent 那我们直接把它写一下 它的volent是等于多少呢 我说有一个球壳 这个球壳的话 一个小球壳的话 它的表面积是多少 啊 4πR平方 4πR平方 是一个球壳 对不对 那它有厚度啊 厚度是多少 厚度就是 dr 所以 它是4πR平方dr 它有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 在这个底M 它是等于 ρ乘以4πR平方dr 就是这个小的球壳 那底I呢 我刚刚已经看到了 对这个底M来讲的话 它是等于 三分之三分之三分之二 N 现在 就是 底M 然后 R平方 就是这个小的球壳 距离 这个 球星的半径 R平方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样的球壳 它的转动惯量 在这边已经知道 是三分之二mR平方 那M 这里的M就是全部的质量 这个球壳 这个球壳的质量 那我们说 对这个球壳而言 这个质量 DM 没有问题 好 那DM你已经知道了 三分之二 乘上 4π ρ平方 dR 再乘上R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是 三分之八π ρ 4次方 dR 那R从哪里激起呢 R 是从0开始一直激到大R 好 我们看到这个是 三分之八π ρ 五分之一的 R的四次方 五次方 五分之二mR平方 所以我们把R带进来 所以这个就等于 五分之二mR平方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I值 在这里 这是五分之二mR平方 OK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了 同样的质量 的两个球 一个是空心的 一个是实心的 哪一个比较 容易从山上滚下来 看 同样的质量 同样大小的两个球 一个是空心的 一个是实心的 哪个呢 比较容易滚动 啊 哪个比较容易滚动 没有错 没有错 实心的是 比较容易转的 因为它是 转动观量比较小 那空心的话呢 它是 转动观量比较大的 OK 所以 基本上面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球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 你们的 这个课本 这几个 十点二的 所有的东西 大概 这个 只有那个平板的部分 没有讲 那个平板的部分 其实 是可以把 你把它当成 一根一根的棍子 然后一直把它加起来 就是 the i 那这个呢 就把它当成 是一根一根的棍子 一直加 一直加 加起来 就变成一个平面 跟我们这边的例子 是一样的 这只是 一个一个小的DM 那你 你把它加融起来 那 这个 这个板子 就可以出来了 这 a v 的部分 那你 板子的 这个 就可以出来了 你先算它 这样子 算 再来再算它 这样转 然后再用什么 再用刚刚的 这个知道了 这个知道 那这个就知道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板子 它的困难的点 是在这个地方 那个板子 有点 你 有点